最近,有一条新闻引发了大家的高度关注 那就是知名女星汤维和丈夫经派有一丝婚变 两人已分居半年一世 若有诗书藏于心 岁月从不败美人 汤维就是这样一位富有诗书七字华的女性 汤维出生于1979年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是真正的实力派演员 2007年 汤维首次凭借着色界当中的女主角走红 之后塑造了不少经典角色 是不少观众心中的女神 事业丰收 汤维的爱情也是十分顺利 2010年 因为受邀出演韩国导演金泰勇的电影《晚秋》 汤维和金泰勇相识 这部电影播出之后反响很好 汤维和金泰勇也因戏结缘 很快陷入了热恋 虽然金泰勇年龄比汤维大不少 两个人之间又有着国籍和文化的差异 但是这些问题并没有成为他们感情之间的困扰 相恋一年之后 金泰勇就正式向汤维求婚 而汤维也是满含热烈地答应了她 婚后 汤维还搬到韩国居住 不久之后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取名叫Summer 结婚之后 汤维也减少了不少工作 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在家庭上面 在她的个人社交平台上 经常能够看到她晒出自己的生活 似乎生活很惬意 养花种菜 陪伴女儿 有时间一家人出去旅行 看起来十分幸福 这也打破了婚前很多人不看好这段感情的看法 不过 就在大家都以为她和丈夫感情很好的时候 汤维却突然独自带着女儿回到国内生活 工作也增加了不少 经常能在活动中看到她的身影 更加奇怪的是 汤维现在几乎不在社交网站上分享丈夫的照片了 即使在汤维生日当天 也只是晒出了一张父亲和孩子的照片 不见金泰勇的踪影 这些事情联系在一起 很多人都怀疑是不是汤维和金泰勇的感情状况出了问题 算起来 汤维和金泰勇两地分居已经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了 如果不是感情出了问题 应该不会分居这么久 更何况孩子还这么小 也需要父亲的陪伴 汤维的状态也引发了不少关心她的粉丝担忧 担忧她是不是婚姻并不幸福 或者已经婚变 为了孩子再次出来工作 2021年9月 汤维更是高调出席活动 在面对记者提问的时候 她甚至直接表示自己很想念中国 在未来将要和女儿在北京定居 汤维当年为了爱情主动搬到了韩国 现在突然宣布回国 很难不让外界产生猜测 当然 也有网友认为汤维此次回国 是因为国内的教育资源好 为了孩子搬回国内 面对外界的议论纷纷 汤维的经纪公司当然不会坐视不理 面对记者的询问 经纪公司回应到 汤维和老公的关系非常亲密 一家人感情很好 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 汤维在不久之后还会为金泰勇的电影配音呢 但是奇怪的是 在被问到为什么汤维女女突然要搬回中国的时候 经纪公司却表示不便回应 就结束了采访 不过 虽然婚变的传闻并没有完全消除 但是从最近的活动图当中可以看出 汤维的状态是很好的 虽然今年已经40多岁了 但是她的身材还是一如既往保持得很好 脸上也没有多少皱纹 在很多活动上 她都是笑隐隐的 看得出来 无论婚变是否是真的 汤维都没有受到这些事情的影响 有人说 无论是多么恩爱的夫妻 一辈子都有一百次想离婚的冲动 和五十次想要恰对方的念头 婚姻不易 需要双方的包容和爱才能走到最后 无论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作为观众 我们都尊重汤维的决定 祝她生活幸福